谢谢你米哈游 你终于写了一个圆满的爱情故事 就在今天 泉水精灵和老芬奇接吻了 原来清泉之心中 少年和精灵接吻是艺术加工 真正的泉水精灵从未和芬奇接吻 以最新的剧情来理解 泉水精灵卡丽露 是厄格利亚死亡后逃亡到蒙德德 但他的知性在过去几百年没有太多成长 以至于之前一直在躲避芬奇 同时卡丽露也不记得自己怎么逃到蒙德德 甚至对风丹都只有浅浅的印象 但他依然还记得自己所说的预言 当夜空中所有的星星熄灭的时候 所有的溪流 所有的梦想 都能汇入同一片大海之中 这个预言最初出现在 1.4版本的《纯水之愿》活动中 卡丽露对家乡都没有印象 偏偏是无据细地记下了这个预言 说不定在风丹的后续故事中 夜空中的星星真的可能会熄灭 因为在纳维莱特的角色演示最后 提瓦特虚假的天空真的出现了裂缝 天空都破碎了 天空上的星星熄灭 也就不是无稽之谈了 不断强调虚假之天这个设定 看样子风丹后续的剧情 明天空上的星星熄灿 这很值得摆 不永远只能所画的聊天 事实上方 整理 的 眼尾 你的眼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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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